我们第二章之前有介绍极限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有介绍这个函数维分的定义 接着呢第三章要讲的就是一些我们高中 而且现在我们也会常用的一些函数的维分 我们3.1首先介绍这个多项式跟指数函数的维分 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几个主要函数的维分 第一个是多项式函数的维分 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公式是 假设你的多项式长得像x的n次方 那它的维分就会变成n乘上x的n-1次方 也就是说多项式函数呢 你把它维分之后它的次数会少1 那前面的这个系数会多个n倍 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公式就是当底数是1的时候 这1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个无理数大概2.7多左右 这样的一个指数函数呢 它的维分呢就是自己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公式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说 维分是一个线性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两个函数相加 你给它做维分 它其实是等于个别维分之后再做相加 这意思是一样的 你把一个函数乘一个常数 你把它做维分 就等于你做了把函数做维分之后 再乘上这个常数 有这样子的性质 这叫做线性的动作 那维分基本上是一个线性的动作 所以比方说你如果知道1跟3的话 你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多项式的维分把它做出来 虽然我们第一个公式好像只有学这个xn次方的维分 但是你结合第三个公式的话 你就可以把任何形式的多项式的维分把它算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把这个 尤其是前面两个公式把它推导出来 第一个公式的推导我们要算的是说 xn次方的维分它维出来是多少 那根据定义的话 一个函数的维分 它就会等于割线协力的极限 所以楼上长的是像x加h的n次方 减掉xn次方除上h 这个就是xn次方的维分的定义 那我们就由这里算一下 你要算这个当然 第一个你就会发现说 我需要把这个x加h的n次方把它展开 那这个展开的第一项当然很简单 你就会得到xn次方 它的第二项是x的n减一次方 乘上h的一次方 前面的系数是n 然后接下来当然还有其他项 不过其他项并没有那么重要 其他项你发现 每一项你都可以提出一个h平方 所以你就把它想成 其他项就是h平方 乘某一个函数 g这个g跟x跟h就多有关 然后减掉xn次方 换句话说 我是把这个x加h的n次方展开 我只展开前面两项 剩你的项我就全部定在这 这是剩余的项 所有剩余项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一个h平方的供应式 所以你把它提出来 那这样子这个极限就好处理了 因为xn可以跟xn次方消掉 剩下的项每一项都有h的因素 你都可以把它除掉 一除掉的话 你就发现说 好你把这个h除掉 那这个h除掉就变一次方 你就发现它只剩下两项 后面这一项还有h 当h7近1 0的时候 后面这一项就会7近0 那前面的第一项已经跟h都没有关了 所以对h跑到0来讲 它就是常数 所以这个极限就是n次方的x的n减1次方 所以基本上xn次方的微分 就是n次方的x的n减1 就是你每做多项式的微分 你每做一个微分的动作 它的这个次数就会少1 那它的细数就会乘上它的次数的倍数 就是在这个情形是n 所以比方说以1来讲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x的0次方 套这个公式的话 你就发现常数的微分就是0 常数的微分就是0 或者你直接用代定义也可以 这是关于第一个证明 接下来我要comment 就是说这个n 我们目前证明的只是证明 n是自然数是对的 但是之后呢 你会学到说 这个n如果是任何一个时数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微分动作 不过我们现在没办法证 要等到我们学到 嵌入跟这个对数的微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指数函数的微分 不过这个指数函数呢 它的底是1 那像这样的指数函数的微分 它非常的顽固 它一微分出来 它还是自己 你看刚才多像是微分 一微微出来 它的次数就变小 换句话说 多像是经过微分 它跑到无穷大的速度会变慢 可是指数函数 它怎么微都是自己 因此将来你们 看这个大家跑到无穷大的速度 做比较的话 你就发现 哇这个指数函数 真的是闻风不动 你做了微分之后 它还是都没有影响 它变成都还是自己 所以它跑到无穷大的速度 其实是蛮快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证明 就像刚才的做法一样 我们就有定义 一个函数的微分 就定成割线协力的极限 割线协力的楼上 就是E2X加上H 减掉E2X 就等于这个试 那这个试子 你把它划减一下 因为这两项都有E2X的供应试 你把它提出来 所以它就会得到E2X乘上E2X减掉E 除上这个H 这个试子呢 你可以想象 看这个E2X对一起来讲 它是一个常数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到外面来 所以你就得到这样的一个试子 可是这个试子 你如果仔细一看的话 它其实是 这个指数函数在0点的微分 也就是说 你如果令FOX等于E2X 那这个符号 这个极限刚好是 这个函数在0点的微分 之前我们就有定义 这个E的意思 我们其实有定义E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ABCD这个E这个数 是定成说 指数函数过01这个点的时候 它的切线协力是E 也就是这个量 所以我们知道 由之前的几额定义 或者是说 我把它直接定义 这样的一个代数式 你就发现说 这个是代表 这样子的指数函数过01的切线 那过01的切线 我们是定义E 对这样子数定义E 所以这个式子就是E 换句话说 你E2X 你如果作为分的话 它还是自己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看一般的底的话 的指数函数 这个过程 你都可以一路地写下来 所以你发现 其实你基本上 你可以得到说 这样的一个指数函数的微分 其实就会等于 还是这个指数自己 因为就像这一项一样 乘上 这个函数 在零点的微分 之后我们会教你说 这个量到底是多少 不过目前的话 我们就先写这个 如果你指数函数 你的底是E这个数的话 它的微分是什么 不论如何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种指数函数的微分 它其实是非常顽固的 它都一定还会含有 自己的这样的形式 它自己的形式都不愿意改变 所以这种指数函数 当你的底是大1的话 它保高无穷大的速度很快 当你的底是小1的话 它衰退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例子 我们刚才讲说 第三个公式是说 你任何一个可微分的函数 可微分的动作 它都是一个线性的动作 你可以分别做再把它组合 不会影响这支线性的动作 所以现在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 第三个公式来算这个式子 根据第三个公式的话 因为这边有加号减号 我都可以分别做动作 所以我可以看x3次方的微分 加上2x平方的微分 加上-3x的微分加上1的微分 换句话说 我就是用右边的这个 均别做微分 做出来我再把它组出来 所以这个我就可以带第一个公式 它就变成3x平方 这个是4x 这个是-3 常数的微分就是0 所以最后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第二个例子的话 我们要看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的话 先把它写成 a乘上1 to the x 加上b乘上x的-1次方 那这里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因为这个x-1次方 这个-1不是自然数 不过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这种n即使是十数也对 虽然我们还没有正 但是我们就假设我们用同样的法则来做这个微分 所以一样的你还是要用这个微分线性的动作 你可以分别做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那因为微分是线性的 所以你可以先对e to the x做微分 然后再乘a 所以微出来就会变成a乘上e to the x 因为e to the x这个指数函数 微分出来还是不变 那一样的b这个你可以不管它 因为等到后面那个微分出来再补回去就好 所以意思是说你可以先不理它 那你先做这个微分 那这个微分根据前面的法则 就是次数乘下来 就是-1乘上1 x你的次数还要在-1 所以就变成-1-1就-2 所以你最后把它写成a乘上e to the x 减掉b除上x的平方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算过这个曲线上面的缺线 但是我希望发现这些缺线的话是水平的缺线 那在曲线上哪些点它的缺线是水平的 就是这个问题 也很容易算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微分的几额意义代表的就是 缺线的在那一点的斜力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微分 根据刚才做微分的话 你可以直接得到它微出来就是3x平方 减掉2x减1 这个量就是f'x 我要找哪些x使得这个微出来的这个值是0 所以我就解方程式 你可以很快地看出来 就是它可以因试分解成x减1乘3 3x加1等于0 因此x在1这一点 或者x在负3分之1这一点 它的缺线写力是0 也就是水平的 那当然你可以把x带进去得到它的y坐标 比方说你把x带进去它的y坐标就是0 这个我就不算 这个负3分之1算起来很丑 你就可以说过10的切线它的协力是0 好第二题是算说找这个equation 把a跟b找出来 使得这个二次函数呢 它在依这个点的切线方程式是y等于3x进2 那这个地方要找a跟b 所以有两个位置数 两个位置数通常需要两个条件来把它解出来 那第一个条件你可以看得出来 二次函数过这个点 因为它要过这一点算切线嘛 所以你就把它带进去 因为这一点要在这个函数上 所以它满足方程式 所以把它带进去你就得到1等于a加b 所以你就得到一个方程式 那你还要找另外一个条件 你要找另外一个方程式把ab解出来 那另外一个方程式的话 跟这个切线方程式给你有关了 因为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要算切线你要先算协力嘛 算协力就要算微分 那这个切线协力是3 所以就表示说 我可以这边得到一个方程式 所以你先把y的维纹找出来 y的维纹就是2ax加b 在1这一个点的时候 它的切线协力是3 所以你把它1带进去 你就得到2a加b等于3 所以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方程式 3等于2a加b 那现在两个方程式两个位置数 你就可以把答案找出来 所以两个一减你就得到 下面减上面你就得到a等于2 a算出来带回去你就得到b等于1 所以这就是你的答案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说 它说这三四多样式的图 过这两点的缺线是水平 那你看这个题目你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你要找abcd 所以它有四个位置数 四个位置数你其实要找四个条件 也就是才能够解出来 也就是你要造出四个方程式 你造出四个方程式 每一个条件造出一个方程式 把abcd解出来 同样的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两点 是在这个图形上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 这方程式应该满足 你就会造出两个方程式 我们现在就把它带进去 x用负二代你就得到负8a加上4b 减掉2c加d 它的y座标等于6 这个图也经过20这个点 所以你x用二代 它就是8a加上4b加上2c加上d等于0 你就得到两个方程式 很显然你需要照其他的两个方程式来 其他的两个方程式 就是由这个条件来 因为这个条件告诉你说 过这两点它有一个水平切线 所以它的协力是0 所以你现在这里 简单算一下这个维分 这维分的话 就会等于3ax平方加上2bx加上c 所以因此同样的 你x用负二代 所以是12a减掉4b 加上4b加上c 就是过这一点的切线协力 它说是水平 所以协力是0 接下来又用二代 所以是12a加4b加上c 因为它也是水平的 所以协力也是0 你就得到四个方程式 就是四个位置数 计算我就让你去算 因为这个有非常好的结构对称 运算也不是那么麻烦 比方说 我可以先把你简单算一个 这边它故意取得都很好 x座标一个负二一个二 所以带进去 你看它这两个方程式 你如果做相加减 都有很多消去会产生 所以比方说你把第四四跟第三四一减 你就会得到8b等于0 你就会得到b等于0 你就类似做这样的动作 你可以把它整个方程式算出来 自己说详细的答案 你可以看我们有笔记 接下来这个例子是算这个极限是多少 这个题目的设计其实是要问你 对函数为分的定义 一个f函数为分的定义 有没有了解 所以这个题目第一个是考这个 第二个是考多项式的为分 你会不会 假设你对函数的定义了解 然后多项式的为分 刚才我们教过你也会 那这个极限就很容易算了 因为你发现这个极限 基本上它的意思 就是这一个函数在1点的为分 这个函数呢 fx就是长得像x的2014 你看当你把这个式子呢 把它想成是一个函数的样子 那这个定义 你看这个定义 其实告诉你的就是 这个函数在1的为分 在1点的为分 那所以你算一下 这个多项式函数的为分 当然就很容易了 就2014乘上来x的2013 它一为分就变到去年去的 这是今年 指数就变到去年2013 那你现在用1带进去 所以这个值就2014 所以这个极限值的话就2014 接下来这个例子是 希望你把m跟b找出来 如果给你的函数长得像这样的话 你的fm跟b如果找得出来吗 当然我要有一个条件是 这个函数是在每一点它都可为 那你如果看这个函数 你就发现它这个函数是由 是由一个抛物线跟直线所拼出来的 当x小1等于2的时候 它是抛物线 所以在x 这个2在这 左边这个部分是由抛物线拼出来 右边这个地方是由直线拼出来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这个函数呢 除了在x等于2可能出问题以外 它其他点都是可为分的 所以我们现在关心是要关心说 在2这个点是不是可以为分 那很显然 由这个地方我就应该可以找出两个条件 因为我这里有两个位置数 我们来看 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利用我们之前的定理 这个已知条件是可为 因此它是连续 所以它在2这一个点图形是不能断点 不能有断点 所以你从左边过来跟右边过来 这个函数值一样 也就是说我现在用这个符号 简单用这个符号 x由左边2减 2减的意思就是说 比2小一点的地方过来 所以这个符号 基本上我们时常是这样简写 当x趋近于2由左边过来 fx如果它存在的话就用f2减这样写 它应该要等于f2加 从右边过来 第一个条件 那由这个条件你得到的等式就会是这样 你由2过来你就带这个抛物线 因为这是一个抛物线过来 你逼过来 当x7近2逼过来 它当然就是4 那你从右边过来 这个函数值根据它讲 它说是长得像这样的直线 所以你可以把它带进去 它就得到2m加b 所以你就得到一个方程式 你还要照另外一个方程式 照另外一个方程式 就是在2这一点是可为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你要从左边为分 从左边为分 然后左导数跟右导数的尾分是要一样 它才会在2这一点可为 再提醒你一下 这个符号 我们就是说 当x7近2由左边过来 然后fx减掉f2除上x减2 就是为分的定义 但是我只看一边 我只看一边 就是这个符号的意思 那由这个符号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方程式 因为你从左边为分的话 你要用这个式子 所以为出来是向2x 那当x7近2从左边过来 所以它7近4 那这个符号就是说 我要对f尾分但是尾分的方向是从右边过来 就这条直线mx加b 所以你对它做尾分它变成是m 当x7近2有右边所以它还是m m等于2带回去 所以b就等于负4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接下来的题目是说 这次我给的函数是有三片 一个直线一个泡物线 那另外这个也是另外一条直线相组出来 所以它们的组合点 一个再负1 一个再1 这边是一条直线 这边是一条直线 然后这边是一个泡物线 那这边又是一条直线 我先看组出来 这样组出来 然后我的问题是说 组出来这个函数呢 我们叫g 那g这些点在哪些点它是联系的 那在哪些点它是可为的 我们先来看d点 它在哪些点是联系的 那看连续的话 当然我们马上就判断说 我只要关心组合点就好了 因为其他点都不是聘装的 所以它都是连续的 所以你就要看它组装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组得很好 好 那我就先看组合点的 第1个点叫负1 那负1的话 你就看它从负1过来 负1的左边过来 它会不会等于负1从右边过来 那负1从左边过来 你是看这一条 你是看这一条直线 所以你把负1带进去 负1乘负2是加2 加2-1 所以这边得到是加1 得到加1 我们再检查负1从右边过来 负1从右边过来 你要带这个抛物线 这条抛物线 所以它极限是逼近于1 都一样它连起来了 所以在负1这个点没有问题 它是连续的 另外一个组装点 1这一点 从左边跟检查 它的右边都来看一下 好 从左边你是用这边检查过去 所以带过去 所以它也是1 从右边它其实是这条直线 你把它带进去 它也是1 所以它们组得很好 都没有断掉 所以因此你可以说 所有的点都是连续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所有的点它都连续 实物上所有的点它都连续 第二题它是看哪些点是可为 那一样的 我还是要看它的组装的地方 组装的地方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说 它其实在组装点是没有断点 它是连续 但是它是不是很平滑 它是不是可为分 这我们还是要check 所以你检查还是一样 你要看这个组装点的地方 它的左导数会不会等到右导数 这个题目你算一下 你就变成是左边的为分 对你要带这条直线 所以在维分它就等于-2 当x7近乎1它也是乎2 那右边这个你是x平方 你一维出来它是2x 你用乎1带 所以它也是乎2 也没有问题 所以它接得蛮好的 它接得蛮好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另外一个接点 所以这下从1的左边过来 然后我们也问它说 它跟1的右边过来 它们的维分有没有一样 也问这个问题 那从左边过来 是用看这个函数 所以它一维分出来是2x 当x7近乎1的时候 所以左边的这个量就是2 右边这个函数是x 所以你维分出来是1 维分出来是1 所以它从右边7近 它还是1 这个不相等 所以你又发现说 这边接的没有那么平滑 这个答案就变成说 你这个函数呢 是所有点都可以维分 除了x等1这个点 不能维分 所以你是所有时数所成的集合 扣掉1这个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